大家好 首先非常感谢河北唐山 老铁继续的黑鲨二坡种 正常使用不开机啊 吃水鱼 我们来看一下啊 这个鞋的上去条河北唐山粉色使用中突然黑屏不开机啊 当地 检测了没拆 说修不了啊 然后 因为他这个在当地检测过 肯定是屏幕肯定是拆过的啊 这样我们就很好拆了啊 我们打开看一下啊 我们打开啊 看一下啊 里面有些指印啊 说的确是屏幕被拆过 但是手机 主办没拆过啊 因为他这个防拆标还在 只是打开了一下啊 没有没有修 还好他没有把这个屏幕的这个 还有这个红色的 这个蓝色的小胶垫拿掉啊 这个 整弄整弄没有弄丢啊 这个是一个压杆屏幕压杆的 没有这个两个小东西就使其屏幕压杆啊 就会使其游戏的体验 那接下来我们把这个上面的盖板 散热板拿掉啊 看一下 检测一下 手机主办什么开机电路 啊 这个我们把屏幕切掉啊 屏幕切掉以后 然后所有的螺蛳配件装在和一个盒子里啊 这样就不会弄丢了 然后我们再把这个散热片拿掉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内部啊 看这就是cpu啊 cpu 真是感觉这个电池有点 有点发泡 看到没有 啊 这个我们 先断电啊 他这个 排线扣在这里啊 我们先给他断电 断电用 仪器检测一下 看 主板是否开机 我们看清正负机啊 正负啊 正负 然后是这样 转个方向 好 我们上电了啊 发现主板也不漏电啊 也不漏电 我们按下开机键看一下 好 按一下开机键 它就定住了 定在122 122啊 这个很很典型的 cpu 故障啊 cpu 导致的 我们再试再看一遍 好 摆一下就定住了啊 你典型的 cpu 故障 啊 这个就检测到这里啊 然后 然后 最后我们关注我 下个视频看了 维修过程 忘记关注666 给个红星位